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固定桥是什么呀 就是说当缺一个芽之后 我可以用两边的芽 做个芽体育背 然后的话呢 两个芽上做一个芽套 做罐 然后把做罐的同时 把中间的芽搭上 这样叫一个固定桥 那么种植固定桥 跟这个咱们临床意思 平时说的固定桥的最大的差别 在于哪儿 就是说它的基芽不一样 固定一尺的话呢 它是用咱们天然芽 做一个固定的一个基芽 也就是一个基础 而种植的固定修复的话呢 它是靠种植体 来充当这个基础 上面修的一个芽冠 所以说它两个概念 是完全不一样的 种植固定一尺 它是以种植芽 种植体为基础的 而固定一尺的话 它是以咱们天然芽为基础的 所以说这两个的区别呢 仅在于此 在行指公正化来讲 相的天然芽的功能 肯定要比种植的 要强大一些 因为它有正常的一个 维护和反馈 而种植一尺的话 在这方面从信息的反馈来讲 判断合理的大小来讲 要慢一点 感谢观看